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兰就在直播间里表示过 王小飞已经删除了和她的联系方式这些 在社交平台上也取消了对她的关注了 所以两个人现在联系的方式只能靠直播间这些了 张兰和王小飞母子两人都得了新冠 不过张兰经过几天的调养 已经由养转阴痊愈了 还活蹦乱跳的 而王小飞从直播上可以看得出还没有好 还是有气无力虚弱的样子 王小飞还在直播间和张兰说 如果自己挺不过去了 就把她弄巴搭领上去 这一脸交代后世的模样 把她老母亲张兰吓了一跳 连忙安慰自己的傻儿子 叫她不要胡说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这么安慰还好 叶安慰倒是让王小飞生气了起来 又对张兰发起了脾气说 你也知道这嘴不能胡说啊 那就别胡说 就感觉王小飞在内涵自己的母亲张兰 总是拿自己的事到处说 这让张兰一脸的尴尬 连忙说自己饿了 去找东西吃 离开了画面 王小飞和他母亲在一起 就是两个画风 张兰无论经历什么操心的事 给人的感觉都是乐呵呵的 能吃能睡能笑 她给人感觉经历点事 就叽叽歪歪哼哼唧唧的 有气无力虚弱的样子 张兰肯定是挺自己的儿子的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嘛 肯定不会觉得他错了 所以在网上一直说自己的家世 可能也是想让别人支持一下自己的儿子王小飞 而王小飞觉得自己的家世到处和别人说 觉得丢脸 而他妈张兰好像是不管他儿子有没有丢脸的样子 所以王小飞生他母亲的气也很正常 看完直播 感觉王小飞没有什么信念了 有点自暴自弃了 而据媒体12月19日报道 戴S起诉王小飞讨要生活费议案 于上午10时十分正式开庭 据报道 戴S和王小飞没有到场 双方律师早到后 法官决定提前开庭 庭审维持了一个小时 双方律师婉拒记者采访 仅表示谢谢关心 从受戴S委托处理离婚官司的知名家世律师赖方玉 在庭外关心 但没有对官司发表意见 由于本案尚未审理终结 法官将会安排下次停棋 戴S王小飞于2021年11月22日宣布结束10年的婚姻 两人当时以平和的方式分手 但一年之后 戴S到法院起诉王小飞 向他讨要500多万台币的生活费 掀开抚养费之战 据台谋透露 戴S以王小飞为一约付给生活费为由 要求强制执行对方750万台币的资金 王小飞认为 自己并未违反调节笔录给不义务 所以依法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 请求法官在诉讼确定之前 暂时停止执行他的财产 台北法院表示 王小飞确实是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 目前强制执行程序尚未终结 王小飞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遵循 但考虑到大S因为停止执行所受着损害 才定王小飞提供165万台币的担保金 才能停止执行 此前王小飞曾发问表示自己提供了担保金 不过他搞错了货币单位 将台币搞成了港币 这次官司两人虽没有到场 却引起了大量媒体和路人的围观 其中一名高中女学生 在庭外看到公告萤幕写着王小飞大名 兴奋尖叫是王小飞王小飞是那个王小飞啊 天呐一边叫还一边用手机拍照 身边的女同学马上劝他淡定 提醒他现场有记者拍照 他才冷静下来马上离开 大S讨要500多万台币的抚养费 换算成人民币逾百万 要求法院执行的750万台币 大约是170万人民币 王小飞提供165万台币 约合人民币37万元的担保金暂停了 其名下750万台币被法院执行 由于庭审过程不会公开 大S能否讨回生活费 最终结果只能等待法院裁定了 大S跟王小飞闹剧还在持续 随着事态的发展 现在被扒出来的事情越来越多 很多事情已经跌破了底线 让很多人无法想象 对于大S和去军业的婚姻 台湾作家苦灵分析 大S与巨军业最后能坚持多久 不在于王小飞 也不在于孩子 而在于巨军业能忍受大S多久 大S多久玩腻 资深狗仔葛思奇也说 大S真的不是一般的人 他对自己的想法 有惊人的 偏执狂养的坚持 巨军业以他当年是男强女弱 也是巨军业强势分手的 所以他是不甘心的 如今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是女强男肉 他眼里的巨军业 还是二十年前的他吗 总有一天 他也像对待王小飞一样 对待巨军业 那个时候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说什么都不对的 就是巨军业了 他能够不跑吗 而大S会怕光头跑路吗 当然不怕 他的肩胜后盾就是王小飞 他手上有孩子 他的一生已经被王小飞包园了 所以 大S不会从恋爱脑中醒过来 他可能希望自己在恋爱中迷恋到底 即便自己知道是被骗了 他也不要醒来 他已经知骗而接受骗了 看看现实 确实有这个可能 因为巨军业除了一个人来到台湾 其他的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动 根本不是一个找爱的 互入一致的状态 韩国的房产和他妈妈的生活安排没有改变 韩国的资产也没有拿到台湾 他妈也没有带到台湾 更没有安排大S入韩国的意思 原有生活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的意思 整个感觉就是个拎包出门旅行几天 过几天就回来的意思 既不舍得花钱也不舍得花时间 该挣钱一次都没耽误 隔离酒店是大S付费的 第一次见面是牛仔裤做的包包 结婚费用是大S刷王小飞的卡 结婚之后住王小飞的房子 睡王小飞的床垫 用王小飞的锅做韩国料理来讨好小S及其他人 水电费物业费管理费都是王小飞在交 如果不是刷卡失败 差点结婚戒指也是王小飞买的 结果都不想掏钱 没办法 最后纹了戒指在手指上 他做了什么呢 拍了大尺度的照片 接受令人尴尬的采访 就了没有任何温度的安爱 还是就是小S说的包大S去厕所 他在最大的程度上宣传了他自己 他在拼命的接广告赚钱 抚养肺风波没有做任何支持大S的举动 反而为了保全自己一个人躲得远远的 剧军业该看画展就看画展 该去巴黎演出赚钱就去演出 丝毫没有替大S发声的意思 把自己撇得干净摘得清爽 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隔岸关火的姿态 这种对着镜头轻松的样子 与大小S的情况完全是两个世界 近日小S呼吁对大S多一些关爱 因为大S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总觉得有人要害他 而小S自己丧到贱人就不要脏话 三个人完全出于不同心境和生活状态中 毫无情感可言 不要说保护 连最起码的陪伴都没有 疏离得很 旅行才是他唯一要做的重大付出 他不知道费用是谁在支付 不可能有光头甩出流水的证明 自己在买房子的举动了 所有剧军业在台湾看房子买房子的消息 都是烟雾弹 不可能真实发生 大S说他不会发脾气 做到这个程度了还需要发脾气吗 所以大S再婚之后就声明了 我不会再怀孕生孩子了 也就是说大S心知肚明 他们是没有未来的 又或许他们俩是相互利用 大S利用他来起王小飞 光头利用大S翻红赚钱 大S一手策划的美丽童话 他可能就是美丽童话 不会变成现实 要说大S主观意识太折腾了 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哪怕头破血流 就是不知道后悔的时候 咬着背脚痛苦流涕的时候 会不会是一切长治 而这边大S与王小飞的拉锯战还未停歇 那边S妈忍无可忍地开始撕张篮 战火已经麻烟至上一辈了 事情的导火索还要从一则新闻说起 用媒体报套称 戴S与丈夫居居业已经搬离了台北新一的豪宅 回到了他婚前购买的房屋生活 据悉 台北新一的豪宅是当初王小飞所居住 并亲自装潢布置的 前不久 王小飞还曾发文指控戴S的新婚丈夫 住在自己装修的豪宅中 对此 S妈黄春梅回应表示 该传闻都是空穴来风 他说道他没房子要搬哪里去 一家这么多人 而此前大S婚前购买的房屋 则由S妈和大女儿徐继贤同住 所以也并没有大S居居业的居住空间了 至于王小飞和大S的官司进展的如何 S妈也直言自己并不了解 言语中颇有种埋怨大S的意思 这段时间 王小飞的妈妈张兰除了用实际行动生缘儿子 她还趁着有热度挤翻在直播间内调侃大S和拒金业这对夫妻 凭借着模仿其二人的举动 找到了赚钱的商机 粉丝数和关注度暴涨 张来这一行为也引起了S妈的不满 她愤怒地表示 结婚离婚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张来一直从从挑拨 事情依法不可收拾 她骂我们全家 我不懂 我们曾经是一家人 也有下一代 我不懂她为什么一直无中生有地乱骂 对于自己这个前女婿 S妈并没有什么偏见 听闻王小飞近日身体抱恙 她也公开祝福 希望她早日康复 多多赚钱 采访的最后 S妈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她只希望这场闹剧可以尽快解决 两人能够好聚好散 话说回来 还是希望大S和王小飞这场风波能够快地结束 大家好聚好散 各自过自己的生活 不要再让上一辈的人陪着你们操心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